港鐵發言人指 一班由荃灣開出的尾班車 在凌晨12時45分 駛到荔枝角站的時候 因為前面一架工程車 在長沙灣站內 懷疑失去動力 停在路軌上 以至近8名乘客 要從荔枝角站下車 而那列載下的列車 只有協助故障的工程車推走 而港鐵就再安排 一列加開的列車 接載受影響的乘客離開 港鐵正就工程車故障 展開調查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鄭漢誠報道